水鹿美人魚 身材超級棒 嗨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楚兒 我目前就讀文化大學的戲劇系 雖然呢 我很喜歡戲劇 但是同樣的 我也很喜歡跑步喔 我從小呢 就開始練田徑 然後我國中呢 比賽的項目是五項 五項呢 就包括呢 跳高 跳遠 圈球 八百 還有跨欄 所以呢 也練出了我一生的肌肉呢 Yeah Muscle Girl 這位身材棒到不行 口條又好的美女 就是本週的優質運動金妹楚兒 妳覺得練田徑對妳的身材有什麼樣的幫助 可能就是 之後的自我要求 然後跟腰啊 跟腿啊 都會比較那個緊實 然後緊實之後 就不會看一看肉肉 像這邊的脂肪 因為比較少 而且我自己本身就超愛咬胡拉圈 我每天回家就開始 一直咬胡拉圈 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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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要有那個水靈腰的感覺 呵呵呵 其實我的腰不算型 可是整體裡下來就 就還算OK啦 呵呵 其實我小時候有氣喘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天天都要送 急診室去住病房的那種 然後就是 對很多東西都過敏 然後氣喘起來晚上 就都會有那個 呼呼呼的聲音 然後就是都沒有辦法睡著 然後後來是 到國小 第一次去參加那個 國小的校隊 那個校隊就是有 拔河啊 躲避球啊 跟田徑 然後自從開始接觸體育之後 就覺得超好玩的 然後也開始慢慢的 改善自己的體質 像現在就是 完全跟小時候差超多 其實除了田徑之外 楚兒也很喜歡游泳 朋友都說他是 水陸兩棲的美人魚 他開始練田徑之後 然後教練 三不五師就會叫我 就會叫我們去游泳 他說因為游泳 就可以幫助肌肉放鬆 然後排除那個 乳酸堆積 所以每次游完 就覺得 就是很舒暢 然後回家就會 睡一頓大叫 呵呵呵 很舒服 游泳就是雕塑嘛 就是田徑把你的那個 肌肉緊實之後 游泳就是把那個 肌肉再給它 燒燒燒燒燒燒燒 然後就燒得那個 有人有腳的 呵呵 除了是戲劇性客班 除了超喜歡自拍 嚮往戲劇發展的他 也有很多外拍的機會喔 海油 燒燒燒燒燒燒燒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